端午节即将来临 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 有很多人都准备在家中自己包肉粽 也因此让粽子内最主要的材料猪肉 在价格方面有上涨的趋势 农产运销公司总经理周一雄就表示 端午节前猪肉供应充足 但价格则略有上扬 一只一只的猪被赶架猪车准备集中拍卖 这里是南投农产运销公司 自从三月份台中土窄场关闭之后 农产运销公司土窄量大增 比起原先多出一倍 目前又由于端午节即将来临 市场上猪肉的需求量比原本还要大 因此价格率有上扬 总经理周一雄表示 公司在拍卖及电载部分 配合农委会政策在端午节之前 百姓所需的肉类食品 一定会充裕提供市场所需 令人非常高兴一年一度的国内 三大的民族重要节日 我们的端午节 在6月14号即将来到 那虽然在疫情这么严峻的情形之下 所以说公司在拍卖 以及电载的部分 配合农委会的政策 在端午节之前的农 我们的百姓所需要的这些食材 尤其在肉类的部分 本公司绝对能够在拍卖的数量 以及电载的数量 都能够达到一个平衡 充裕的来供应整个市场 那在这个疫情的部分来讲的话 本公司也配合中央政策的部分 我们严格的来加以管控 以及最基本的额温 以及我们实名制的 扫QR Code的登记 如果没有手机的 我们就用签名的方式 一一的来做管制 那在场内 我们不需要的单位 不需要的宣扎人等 我们这一阵子都全部 都禁止进入 只有工厂 公司里面的所有必要的工作人员 才得进入我们严家管控 做最基础最基础的 这一个防疫的工作 另外在租价方面 从今年农历扑林之后 价格就一直往上升 受到美猪进口的影响 国人偏害本土猪肉 标志租价飙升到76元 而最近受到疫情影响 租价更是飙升到80几元左右 在今年的农历过完年之后 我们租价的部分 一直都往上升 一直都往上升 过完年之后 首先针对我们政府 进口美国萊豬的因素 所以说大家 强烈的对国产租的需求 那时候价格 都已经上升到72块到76块 这个中间了 后半段再加上这个疫情的部分 产生严峻的发生 那看最近 我们的死亡人数都上千人以上了 那死亡人数 确诊人数已经达好几千了 死亡人数也达上百了 所以说大家在这种情况之下 都尽量扫出门 尤其是我们市場的传统市場 大家都想说尽量减少出门 一个一次买两天三天 甚至一个礼拜的量 所以说在一般传统的点 它的需求量就变成突然的增加 所以说尤其在我们月初的时候开始 6月份进入6月份的时候 我们的租价都已经上到80块 尤其在上个礼拜已经看到85块至87块 那难保这一个礼拜 租价可能还会些许的再往上提 往上提 所以说这个在在都是心理因素 心理因素 而且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买适当的量 吃最新鲜的猪肉 这是最重要的 受到此次疫情影响 由整预销公司 原本以贩售猪肉加工品为主的实体店面 也将暂时关闭 该餐以网购或者是电话预购方式 而为了要方便民众也退出组合包 价格以原价再打九折的方式 优惠给所有民众 不仅自用实惠 送礼也很体面 欢迎多加寻购 记者陈玉智民进箱采访报道